好,五四三二一,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好吧,来,大家一起来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我喜欢你,我这个灯就留到最后了,不能,不能 我真发现了,就是我喜欢的都不喜欢我 青花起来,水火独行,那个剧没有分身,日上成名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了 这位小伙子呢,家庭有点特别,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爸爸是山东人,妈妈是四川人 他出生在辽宇,他想在吉里找个对象 我们接下来就掌声有请,这位小伙子有请 全层热烈 大家好,我叫张忠铭,今年25岁,来自梁宁沈阳 我的爱情讯言是 踏实肯干且热烈 我叫张忠铭,今年25岁,老家盘锦,山东人 我叫张忠铭,老家盘锦,山东人 在沈阳经营自己的商贸公司 年收入30万以上 有车,有房,单身 我的公司经营钢材贸易 成立两年,规模200平 俗话说 不想当厨子的技术人员,不是好老板 在公司里,销售,财务,技术,甚至做饭的活 我全都行 在红一台钢材市场 有七八把家的贸易公司 我是最年轻的老板 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 说我此成副业 今天特此说明 自打我21岁入行以来 在刚才贸易这片天地 是我自己打拼出来的 我父母是恐怖通通的农民 我不是富二代 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富二代 我想反正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打拼而实现 虽然只有25岁 但做起生意来 我也有自己的门道 虽然目前来说 我手里的资源不是最多的 但是我有把接触过的客户 都变成自己的资源的能力 做生意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讲信誉 你可自己吃亏 也不能坑别人 作为我们这一行 一般和公用商 都是先付款后提货 而我是少数几家 能先提货后付款的 靠的就是 成心打下的金字招牌 在做生意上 我有自己的想法 也有自己的原则 和姑娘的相处 我有自己的原则 一般做生意的 都想找一个茶愣的 能摆事的 但我不想找这样的 在夜店工作的女生 我也是不能接受的 台上的女孩 可以自行对号入座 不合适的可以灭灯 来 四号 我生气 就是你干这个的 你现在一年 挣多少钱 40万加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要是有了我 你一年就得翻倍80万 我就是干销售的 虽然我大学学的是 小学语文专业 我就是干销售的 哎呀 气死我 为什么我一觉得 哎 不错这个 他就喜欢 我不喜欢茶愣的 你喜欢傻的 喜欢巴嘎 那怼不出一个屁的 那跟你合适吗 你在外头挣钱 他都除去跟你朋友吃饭 都不会说两句话 你在那唱歌 他往鸡脚嘎拉 一嘟一嘴 你唱你的 我呆我的 因为之前 我有一个恋情 他就是性格比较强势 我觉得在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俩的话都比较累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的性格 还是找一个比较温柔一些的 我灭灯了 不用点灯我了 灭了 就是抒发一下情感 我觉得你需要找一个我这样的人 就你说你适合啥都不找啥 这可拉着 你都能找着对象吗 10号 冯玉 你像我上班也挺忙 就忙着就搅打后脑勺 就我在银行上班 本来是朝九晚五的 整的跟在夜店上班似的 天天加班 但是每天我都会挤出时间 就是下班不管是8点9点 我去玩滑板刷节 然后看电影看书 反正就各种事 就是每天充实的不行不行的了 但是我觉得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一定要我要找一个有着高级生活情趣的人 不太合适 彭玉担心你是个工作狂 而忽略了自己的生活了 因为我的公司 就是自己干成立两年 所以的话 现在很多的事情都要其立其为 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工作上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女朋友了 我会把我的心思 会在她身上多一些 好 对 来看一下第二个总片 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今天我爷爷83岁生日 祝你小女孩快乐 因为我是这一辈 唯一没结婚的男孩 每次全家人聚在一起 都要落到我的个人问题 我妈是全程热恋的铁粉 在她心里 而喜福的人早已选定了 我最喜欢的 我还是看到42号李慧慧 这个也挺好 她是个沙东的 就是叫 叫她比较温柔 我因为有其三个人那种好像 作为山东老乡 我爸也特别享用美慧 刀刀是沙东的局限的 局限的刀刀才一百多公里 她也挺有秀的 我儿子把之后也挺有秀 我看她俩还挺可思的 当然对美慧最伤心的人是我 她能为了父母 把自己就是想要的东西 就可以舍弃 暂时先搁置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感动我 因为我开了再好的车 我觉得有啥用呢 我选择把这钱把车退了 然后把这钱给我妈交了首付 我觉得说我俩是一路人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我面中注定的人就是她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她那种 哀笑的眼睛 我每天到下边 只要她直播的时候 不管多晚我都会看 我觉得她那一个瞬间的话 可能我就是 好多工作压力都会没有 我觉得她是给我一个动力的人 她是给我一个动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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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在想 我说有一次的话 她要吃上我吃的饭 我觉得 不是她是给人家 她都是给人家 她是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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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